在地上 眼前两具覆盖白布的遗体 男子悲愤难平 以色列空袭加萨又有无辜人民牺牲 男子名叫贾玛尔杜拉 最近失去两名兄弟 众人齐聚哀悼 但就在23年前 2000年9月爆发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 也夺走他的12岁儿子穆罕默德杜拉 那段画面曾经震惊世人 当时父子俩躲在魂灵土张忆吾后方 可以看到小男童吓得大哭 爸爸向外面挥手 没想到下一秒 一阵密集枪声扬起大量烟尘 没多久男童已经倒在爸爸身上 动也不动 时候证实 穆罕默德正是因抢上身亡 贾玛尔去年曾经接受专访 陈同表示20多年来 没有忘记丧儿之痛 但多年过去 以发冲突战火未歇 伤害他家人的加害者 也没有被绳之以法 或接受制裁 自身经历宛如一部背情血泪史 反映出加萨长久以来的艰难处境 即便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民间悲剧人不断上演 三立新闻 陈佩伯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